球迷们对中华队在琼斯杯篮球赛的表现还记忆有心吧 中华男篮代表队周末即将要飞往美国一地训练了 备战9月的人川亚运 队上的商宾都正在恢复当中 总教练许静哲希望一个月内让中华队的战力调整到巅峰状态 中华男篮今年在琼斯杯的精彩表现 相信球迷到现在都还记忆有心 激情过后中华队还想要再进化 本周末就要前往美国进行高强度的一地训练 备战即将到来的人川亚运 8月24号会一地训练到美国 然后预计在8月24号到9月1号是在Sacamando 然后在国王队的训练基地 然后从9月1号会余训到旧金山 这两个行程就借由二队的总教练LTIS的安排 然后让我们能够顺利到美国去一地训练 中华队带着高昂斗志辅眉取经 另外球队目前的双兵状况 也都在稳定服务员当中 也让总教练许静哲稍稍放下心中的大石头 受伤的球员回来 其实我觉得动作都不是多大问题 最大问题是在信心的克服 然后能不能让他去做出这样的动作 如果信心可以恢复的话 我相信自己还是很有杀伤力 人川亚运篮球项目分组名单 抽签结果准时出炉 中华队直接进阶到12强预赛 结果不是冤家补碰头 中华队预赛分在C组 又要对上强敌大陆队 预赛将会取分组前两名晋级八强淘汰赛 两岸大战话题不断 中华男兰在国际赛对上大陆 目前取得散联胜 气势争望 不过还是要小心复仇心切的大陆队 接下来就看中华队前往美国 接受魔鬼训练 能不能在人川亚运上顺利开花结果 有电TV干方节未处于台北报道